越南古称安南,朱元璋在逝世后给子孙留下了皇冥祖训,其中规定了不得对十五个国家用兵,安南便在其中。 然而代明成祖朱棣篡位登基后,竟违反祖训大肆征战安南,并将其化归为明朝的一个行省。 这又是世出何游? 以史为尽,可以知心替,以仁为尽,可以明得诗,欢迎订阅真正历史。 安南为何名列不可征之国? 要探寻朱棣讨伐安南的原因,得先明白为什么朱元璋会在皇冥祖训,将安南列为不可征之国。 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便是当时的明朝不宜征战。 在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深感经过长达十余年的战火硝烟,人民早已叫苦不迭,民不聊生,再加上建国初期又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实在是不宜继续征战。 另一个原因是在明朝建立后,安南是第一个对明朝称臣的国家,其国王也受到朱元璋的赤风。 安南就此成为明朝的藩属国,向朝廷进贡,作为宗主国。 通常情况下只有藩属国有挑起战争或者起兵谋逆的迹象时,才会出兵讨伐。 此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安南是一个弹丸小国,活力微薄不说。 人口也不多,各个方面也相当落后,根本不足以对明朝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再加上安南距离明朝都城南京有将近五千里的路程,如此遥远的距离,不管放在哪个朝代,在动兵前都需要经过严谨周密的考量,更别说刚刚建国百废待兴的明朝了。 致使朱棣出兵的导火索。 在朱元璋在位的三十余年里,安南地区一直平安无事,然而到了明成祖朱棣在位时,这种平静的局面被打破了。 永乐初年,安南皇室发生了军变,皇帝被架空,朝政被一位叫黎记大臣把持。 在他的主张下,安南军队频繁骚扰明朝边境的百姓,再加上安南皇室成员来到南京在朱棣面前大肆哭诉,让朱棣有了动兵的念头。 消息传到安南,黎记毛马上承诺归还皇位,并亲自向朱棣请罪。 于是,朱棣便派骑兵护送安南皇室成员回国。 但让朱棣大发雷霆的是,这位黎记毛居然在半路埋伏,将护送军和安南皇室成员全部杀死。 这样一来,朱棣彻底愤怒了。 当即下令命英国公张府率领大军讨伐安南,于是,在1407年,明军一路南下直倒黄龙。 一举攻入安南都城,生擒黎记毛,收复安南,并将其作为一个行省纳入明朝版图。 这也是世人普遍认为朱棣讨伐安南的原因。 但是事实上,黎记毛的叛乱只是朱棣讨伐安南的一个导火索罢了。 这背后还有着更深层次的缘由,出兵背后隐藏的各种缘由。 这更深层的缘由与朱棣个人的品行性格和安南在地理位置上的战略意义有关。 我们都知道朱棣是依靠篡位而登基的。 因此,朱棣在登基后迫切需要一些业绩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好皇帝。 而非纯粹基于皇权的谋逆之人,为此,他立下豪言壮志,要成为秦皇汉武一样的帝王。 而黎记叛乱正好给了他一个这样的机会。 而且,若把安南纳入版图,会比其他的圣仗更具说服力。 因为自秦汉时代起,安南便被纳入我国版图。 哪怕在南北朝时期安南独立建国,也是一直处于宗主国的管辖之下,久而久之。 安南是固有领土这一观念已牢牢地伸入人心,不可磨灭。 所以在朱棣看来,这次出兵就是收复国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壮大自己的名声,事实也证明。 收复安南此举,使明朝边境一些蠢蠢欲动的萧小之辈,纷纷演习旗鼓。 可到了五代,中原地区自己就打得暗无天日,哪还有精力顾及到那么偏远的地区。 所以安南便借机独立成国。 但鉴于实力,安南依然是中国的藩属国,要经常向朝廷朝拜纳贡。 并且,安南的国王也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认可,才算合法。 这样的状态,一直相安无事地持续到了明朝,却被一件突发的怪事打破了原有的瓶颈。 永乐元年,安南国巡礼嘲讽,明成祖朱棣和礼部的官员们。 却发现递交的国书落款换了名号,安南国王居然由原来的陈姓变成了胡姓。 正当明朝皇帝和大臣们莫名其妙之际,安南使者事实秉奏,做出了解释。 使臣称,臣姓国王王顾,且无继承人,因以顾国王的外甥德姓出众,被百姓拥戴为新王,新王姓胡。 这次嘲讽,除了纳贡递交国书外,也特为通报此事,希望得到中央政府对新王的册封。 即便贵为王咒,也依然会有生老病死,安南使臣所奏也合情合理,于是朱棣就按程序派遣了名史,前往安南国调宴。 并顺便核查实际情况,不久使臣传回奏报,情况属实,于是朱棣也就没再多想,对胡姓安南新王进行了册封。 按说事情到这里,完全可以告一段落了,可是没过多久,安南又出了怪事,一个号称已故臣姓安南国王弟弟的人,出现在了京城,并且上书,状告现任的安南国王谋反篡位,希望藩主国为故去的国王主持公道。 可是朝廷对胡姓国王已经给予册封,也就是已经认可其合法性,现在又冒出了一个袁国王的合法继承人,袁国王的弟弟陈天平。 这还真的给朱棣出了难题,估计那个时刻,万岁爷朱棣的心中能被画上一万个问号。 唉,这个偏远的安南,真是太不让人省心了。 原本朱棣任命大将朱能为统帅,奈何朱能途中不幸并故,所以副将张府挑起了征伐安南的重任,张府带兵如入无人之境,一路前进,顺利与从广西出发的牧盛回合,顺利到达安南重镇多邦城城下。 胡氏父子派重兵把守多邦城,并且还在此安排了大象军队,张府派出密探,侦查到城内有大象,这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遇见大象军队。 必须想办法克制大象 搞笑的一幕出现了,有人提议用狮子吓唬大象,在我们看来这样的提议是多么的愚蠢,先不提哪里获得狮子,即便是有狮子,那么怎么控制它吓唬大象呢? 出主意的人自然不是开玩笑,既然真狮子没有,可以画狮子,用画的狮子吓唬大象,真的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居然真的用画的狮子吓跑了大象,事情经过是这样,明军在一个深夜对多邦城发动了攻击,在明军都督黄中与指挥使蔡福的带领下,顺速攻破了多邦城的外城。 战火很快到达了内城,安南军终于使出骑杀手捡大象,当然张福也早就准备好了画的狮子,画的狮子毕竟是假的,怎么能够吓唬大象呢? 张福提前准备了很多马,让人把马的眼睛蒙住,把画的狮子罩在失控的马身上,假狮子就冲着大象群去了,同时张福还命人用火枪攻击大象,虽然杀不死大象,但是打到大象身上也能够起到威慑作用,就这样安南的大象军队 被画的假狮子吓跑了,此战的结果也可想而知。多邦城被明军攻破,也彻底消灭安南军抵抗的斗志。 明军一路高歌猛进,攻克安南,并把胡氏父子带回国,因臣氏后代全被杀,又有人明请命愿意成为中国一部分,因此朱棣改安南为交旨,设立不正史丝,安南重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朱棣去世后,交旨再次叛乱,当时的明宣宗觉得交旨太过遥远,不愿花费力气去评乱,越南再次独立,但依然臣服中国,是中国的藩属国。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满清后期,中法战争中中国不败而败,导致越南成为了法国的殖民地,再到后来摆脱法国的统治,成为一个彻底独立的国家。 明朝为何主动放弃交旨? 交旨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比较偏僻,再加上当地大多是一些山川石头,土地贫瘠,十分贫困,所以明朝很多在大城市待久了的官员,都不愿意到交旨去任职。 朱棣只能安排一些在大城市无法立足的官员前往交旨进行管理,只有少许交旨大官,才是稍微有能力一点的官员,比如张府和皇府,张府本身就是攻打安南的大功臣,再加上军事才能突出。 让他坐镇刚刚打下的交旨,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在张府刚刚坐镇交旨的那段时间。 交旨内部发生了很多叛乱,都被张府一一平定,这才让交旨向着一个稍微正常的方向发展。 皇府是一个充满政治智慧的官员,之前是公布上书,在被人弹劾之后才去到交旨任职。 不过,这也不影响皇府在交旨的一番作为。 他在交旨期间,对交旨的管理做出明确规定,凡是那些违反规定的人,都会被皇府处置。 比如宦官马齐就是其中之一。 皇府与张府两人一文一武,把交旨治理得已经开始井井有条起来。 但是就在这种关键时刻,两人都遭到了奸人陷害弹劾。 以至于引起朱棣的怀疑,将两人从交旨撤走了。 两人走后,交旨再也没有能力出众的官员,只有一些中宝私囊的庸才。 比如前边说到的马齐就是后来在交旨的一个巨大蛛虫,他在交旨胡作非为,引起交旨人民的严重不满,各种造反活动层出不穷。 朝廷却似乎并不在意,马齐继续变本加厉,造反的百姓越来越多,终于把交旨彻底变成一个烂摊子。 到了朱瞻基担任皇帝期间,交旨每年都需要派大量的军队去平定叛乱,可是这边刚刚平定完,那边又有人造反了。 这种叛乱已经彻底消耗了明朝很多财富和力量,本身朱棣在位期间的武征蒙古,正和下西洋等等大型活动就消耗了明朝诸多储蓄。 再加上交旨问题,明朝已经有些坚持不住了,就连中原地区的百姓都大有民不聊生之感,要是继续统治交旨,只会给明朝带来更多麻烦。